这才是原神中最离谱的瞬间 前有遥光滩 发疯的鹤 后有海气岛神秘的鸟 这次直接来了一个空中蜥蜴 如果你看不清楚 那我就再放慢一点 现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了 有一只白蓝相间的蜥蜴 从天而见 外是抱着适时的态度 看看它是否能活下来 没想到它也可以无视高度 这绝对是史上最牛蜥蜴 最强防御 我们攻击原魔 也要用对相应的元素 才能失败流费 其实元魔打我们也是一样的 就比如兵剑救人 我们只要在它面前点燃火 就可以消除掉它兵元素的伤害 但并不会抵消掉弓箭 所以我们还是会受到物理伤害 这就非常合理 而像冰史莱姆这种纯兵元魔 就可以完全抵消掉伤害 雷属性元魔呢更加合理 可以打出超导反应 对自身形成伤害的同时 过滤掉的雷剑 也会变成普通剑 为玩家造成物理伤害 一次不如一次 温迪的元素战绩 大家都知道 可以祝我们在大世界探索时 有点资历 但你要知道 假如飞行高度不高 飞不上去 那你就抓紧选择其他办法 因为它第二次起飞的高度 还不如第一次呢 毋庸的冷知识 又增加了不少 下期见 拜拜 原神关于火之国 那塔的三个有趣小细节 咳咳 作材来自原神创造体验服 一切内容以最终正式服为准 第三名 那塔元魔特点 会比之前四个国度 多了一点小东西 那就有警戒机制 当靠近时 元魔的头上会出现问号 同时会发出警告 推理你 此时还不会主动攻击你 但只要你逗留的时间过长 距离太近 还是会和你亲切友好交谈的 第二名 龙之复魂 是那塔国度中最有意思的玩法之一 从目前来看 只有三种可以附身的龙 土龙 水龙 草龙 下期的时候 再来剖析一下龙身上的特点优势 但现在 我就来回答些伙伴们最关心的问题 附着龙后 可以前往其他国度吗 答案是不可以的 不管是你通过传送某点传送 还是走出那塔前往虚秘 都会被强制退出龙魂状态 变成当前角色 而当所附的龙不一样的时候 也不能进入其他龙的部落 会显示外龙进入 但最有意思的是 不管是你附着了 还是没附着龙魂 只要走到这种被探索的区域 都会被传送到宇宙中心 清泉阵 一名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岩浆的出现 肯定会使众多玩家 争先恐怖的来测试角色 看看是否能挑战成功 但我也可以说实话 中立的盾不行 夫妇的水上行走也不行 就算是你加上一些治疗加成的技能 也只是增加时间罢了 但纳维莱特就非常有意思 他的技能会使自身进入悬浮阶段 可以有一段时间免疫岩浆伤害 但其自身技能所带来的扣血机制 还是会发生的 最后也是期待各位小伙伴们 能发现出更多有意思 在岩浆安全度过的角色 下期见 拜拜 原神最靠谱的角色天赋 老玩家用过了都说好 六名 万叶 之所以叶天帝是必出角色 显然是和他的天赋分不开的 从天赋就能看出 只要是精通堆的高 就能够给全队提供元素伤害加成 而且后台也同样能够出发 属实是原神中最强天赋之一 第四名 夜兰 无需解释 单看他的文字说明 就足以看出天赋的霸道 意思就是说 只要是携带不同元素属性的角色上场 夜兰的生命值就可以得到提升 所以生命值提升了 那伤害也就自然而然的高了 第三名 胡桃 就算是没有这个角色的玩家 也肯定都知道 胡桃必须通过天赋 也就是压低血量 才能获得高额的伤害 要是再搭配一个专武护魔 那绝对是失败功倍 第二名 甘雨 提升重击20%的暴击率 使这个天赋变得十分强力 尤其是在大世界探索时 就能充分地感受到 触发方式也比较简单 就是大拱长按 进入到重击模式 即可解锁 超强天赋 第一名 心海 全元神最离婚的天赋 没有之一 是奶妈角色 没错 但你这个降低 比较快的暴击 是什么意思 这下你就应该知道 玩心海需要带什么 词条的生意物了吧 下期见 拜拜 元神 教你五个 恢复体力的小妙招 这五个 老玩家都知道的 我们可以通过 供奉七天神像 除了可以获得奖励以外 还可以增加你体力值上限 每升一级 就会提升八点 目前来说 只有蒙德和黎月的神像 可以增加你体力值上限 第四个 有个小技巧 是可以解放双手跑徒 首先让我们损失一位角色 并且在奔跑的过程中 点击需要复活的角色 这时 你就可以解放你的双手 进行跑徒了 当然 随着你的体力值 消耗殆尽 奔跑的速度 也会慢下来 第三个 在网上刷到过一个视频 说是可以在下落的过程中 恢复体力 但是我尝试了很多次 怎么试也不行 可能是版本攻心 把这个特性修复了吧 但是你仍然可以用 下落攻击的方式 来恢复你体力值 也算是个小技巧 不过实用性不大 了解一下就好了 第二个 原神中食物的重要性更不能说了 在你体力值消耗殆尽 还差一步就要遇到对岸 或者还差一点 就要爬到山顶时 你吃个恢复体力值的食物 就能助你一臂之力 在众多食物当中 我推荐 北地烟熏机 第一个 恢复体力值的方式千千万 这个方法你肯定不知道 我们可以用水屎来补入气泡 恢复体力值 水深渊法师 同样也可以 虽然不能用到实际用途中去 但也算是个小知识 大家可以扩充一下支持处赔亮 下期见 拜拜 黑服物是召唤三个召唤物直接攻击 为优先选择你攻击的敌人 而这三个召唤物也是对应海底的生物 海马 章鱼 中甲蟹 技能也是一样的 第三名 有着和新海一样遇水而行的能力 但它的元素战机CD短 正好供你走到到期 因为持续时间为30秒 而冷却时间只有20秒 并带有行走特效 第二名 从琳娜的重机 除了能短暂及飞机之外 还能给自己挂上附魔 火 冰 和满面的彩色 第一名 你知道最适合弗林娜的配队是什么吗 纳维莱特负责速赌 弗林娜负责打架 雷尼特负责显示恢复运群 雷尼负责显示风单特产 风单海底小红队完成 如果还有哪些更好玩的小细节 欢迎评论去讨论 下期见 拜拜 元神 你肯定不知道这四种趣味玩法 第四名 在地图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见一只风史莱姆 在围绕着书干旋转 不知道能否搭上他的顺风车 当然可以 首先爬上这棵树 在他的毕竟之路 放上一棵黄芯 再爬上黄芯 稍等片刻 我们就能成功登上 风史莱姆的专属顺风车了 第三名 曾烟剧烟的景象 我们可以利用中林的柱子 把天正老林遣住 直到柱子消失 你说能干什么 可以拍照 可以近距离观察它 也可以吃肉 第二名 黄芯作为烟主的元素战器 用途懒真实无法挖门 今天就来解锁新式玩法 定时炸弹 看见远处的片片花了吧 记住它所在的位置 然后把它供引到任意的地点 只要是远离刚才的位置就行 供引成功 然后迅速的在它之前所在的位置 放上一颗荒芯 最后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好的观察位置 静静等待 5 4 3 2 1 定时炸弹 完成 第一名 主门算得上是原神最近的游戏核心了 因为只要加入这个神奇的门牌 农心打通深渊也只是时间问题 水加草可以绽放出草种子 然后再用雷元素激活 直接计划 从而造成发害 但在地图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来操作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就比如用莫娜和菲希尔的元素战器 先放置莫娜的 再放置菲希尔的奥兹 这时 你会看见计划处的草种子 像烟花一样爆发在空中 非常的有趣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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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